我 sou a professora Anna 欢迎大家来到湖江葡萄牙语 我是你们的 Anna老师 Olá a todos bem-vindu a aula de portugués 我 sou a professora Anna é um prazer estar aqui com vocês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球葡萄牙语 第二单元, unidade dois 我是 Anna老师 那我们听完胡塑老师的语法讲解后呢 现在我们进入unidade dois的第一个课文 destua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课文的vocabulario vocabulario destua 第一个呢就是assuva assuva呢就是语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教句 就是这个语很大 assuva estar forche 这时候呢我们用这个verb estar 就是处于什么状态,对吧 而这个语呢处于一个很强烈的状态 就下得很大 那我们就可以用esta assuva estar forche o vindu vindu呢就是风 那前面呢我们加一个定观词 而风它是 这个名词呢它是阳性的 所以就变成o vindu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鱼很大 那么就可以说这个风很小 o vindu está fraco fraco呢就是弱 就跟forche是相反的,对吧 forche,强 弱呢就变成fraco o vindu está fraco 下一个 a folia 这个folia呢它可以是叶子 或者一片一片的纸 或者几叶几叶 在书上的这个几叶 那比如说给我一个a4纸吧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说 mi da uma folia mi da uma folia 在bapu中呢这个反声代词可以摆到动词前面 然后就直接说mi da uma folia 因为在bapu中呢就变成dami uma folia 这个句子呢就是给我一张纸的意思 那么说完叶子 说完这个folia呢 下一个呢就是arvary,树 an arvary 那我可以说那棵树有很多叶子 那么就可以说es arvary de muitas folias 下一个动词voar voar呢就是飞这个动词 那我们可以说 老鹰飞得很高 age voar muito alto 下一个 givizinquandu 时不时 比如 时不时我去海边 givizinquandu evoar praia 那下面这个 闪电 ohelempago 我们可以把前面那个时不时 givizinquandu 那个连接起来 比如下雨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说 时不时有闪电 givizinquandu a helempago 下面一个词 gordar 这个gordar呢就是 givizinqua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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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呢就好像一把刀把这个天空给割开的意思 好的 下面我们看下一面一个词 就是isquandu 暗的 深色的 那这个isquandu呢在上面的那个句子当中呢就已经有出现过了 对吧 oselisquandu 黑色的天空 这个isquandu呢就是暗的意思 那我们也可以说深色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蓝色吧 azoo azoo就是蓝色 但是如果要说深蓝色 那就变成azoo esquandu 如果浅蓝色呢我们就可以说 azoo claro alongi 是远远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造句说 alongi vira un gato 就远远的看见一只猫 alongi vira un gato 下面一个 adrovoada adrovoada呢就是雷鸣的意思 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造句说 alongi o viasi adrovoada 远远的有听到雷鸣 下面一个 dir saudages de 就是想念什么 思念什么 那比如我现在人在巴西 我很想念中国菜 i would think you saudages da comida chinesa 有些同学如果长期在国外的话 肯定也会 sincir saudages da comida chinesa 想念中国菜对吧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 o by hu 区 那我们可以举例子说 圣保罗典型的一个中心区 就是liberdadji liberdadji这边呢之前是日本人的一个区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呢都是华人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华人区 那我就可以说我住在liberdadji这个区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我 moro no bairro liberdadji en volta 周围 在liberdadji区 周围呢 有很多中国餐厅 en volta en volta do bairro liberdadji ha muitos restaurantes tis chinesis 下一个词 mustrar 显示 展示 那比较简单的一个句子就是 我要展示给你看 就是我要给你看的意思 那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用在 比如说你买了一件新衣服 啊我要给你看看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下面一个词 圣诞事物 那快接近圣诞节呢 他们都会买很多这些装饰品 去布置家里 那我们可以叫句就说 这个窗户呢都展示了 圣诞事物 as janelas mostravamos in feces de natal 下面一个词 也是关于圣诞节的 natalicio 代表就是 圣诞 的 那我们可以举例子说 圣诞树呢 都充满的五颜六色的灯 就是放了很多这些装饰的灯 那我们促语就可以说 as árvores natalicias estão cheias de luzes coloridas 在葡萄牙 巴西呢都是这个天主教的国家 那他们呢都是相信这个主耶稣基督的 那圣诞节呢就是耶稣的诞生 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节日呢是十分的重视 那每到圣诞节 他们就会布置的很漂亮的 下面两个词呢都是跟刚才那个橘子 我们已经学过了 就是alus 光 灯光的意思 还另外一个呢就是colorida 彩色的 那两个合在一起 alus colorida 就是彩色的灯光 那比如我举起我的双手 下面这个词呢 冲向 那比如说我在户外玩 那突然间来了一阵大风 地上的叶子呢都飞起来了 都冲向我了 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说 meado呢就是猫叫的声音 那我就可以说 o meado do gato é bonito 猫叫的声音好听 proximo o vuto vuto呢就是影子 黑影子 那这个vuto呢记住不是自己的影子 有自己在太阳下晒的那个影子 我们是说sombra 这个vuto呢比如说天黑黑的 那我看到有个人影 对吧 我又看到一个人影那边走过去 那我就可以说我看到一个影子 我看到了一个vuto el vi un vuto 下一个 basharsi 就是弯腰弯下的意思 那比如说一个小朋友的玩具 掉在床底下了 那这时呢他就要弯下腰去找 那我们普语就可以说 el va chousi para procurar 他弯下去找 下面一个 treme de frio 冷得发抖 这个treme de frio呢 比如说天气很冷 那我现在正在冷得发抖 eu estou tremendo de frio 那这时呢我们就可以加一个正在进行时 巴西呢我们就说 estou tremendo de frio popo呢就是说 estou a tremir de frio 那很冷的时候呢 那比如说小孩 他就会抓住妈妈了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说 他抓住妈妈 我们就说 agarrname 那如果说小孩正在抓住他妈妈 就正在进行时呢 就可以变成 agarrname 下一个词 soudar para 跳向 我以前是养了一只猫 而它呢 非常喜欢跳向窗户的 那这个句子呢 我们就可以说 ogarrname soudar para for 这个句子意思呢 就是猫跳出去了 这只猫呢 都非常喜欢我们抱着它 那我们抱着去 抱在怀里 抱在胸前这边 那我就可以说 ogarrname gostagificar nucolo 这个colo呢 就是胸前 这个怀里的意思 好 接着下面 找到主人 agarrname 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incontrar 比如 在路边找到一只猫 那我们想帮它 找到主人 agarrname dona para el o encontrar umadona para el 就是给它 找一个主人 dar si ben 相处 融合 就相处的 好的意思 那我可以说 它跟我相处得很好 el dassi ben comigo 现在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词汇了 otro von 雷声 otro von estan autu 这雷声 很大 muito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Vokabulario都看完了 那看完Vokabulario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Distua A课文 我们一起来读读 然后一起来看看 到底说的什么呢 我们的课文的题目呢 就是 un dia di ferinchi 不一样的一天 er inverno 这时呢 说的就是 那时是冬天 era 这摆到过去是 再陈述一件过去的事情 a shuva kaiye yuvindo fazi voa as folias das arvuris 下着雨 然后风 把树上的叶子呢 都弄飞起来了 我们接着读 juve zin guan du un helang poco gordavo sao iskuru 这个句子 在我们刚才学Vokabulario的时候 有看过了 就是 时不时有一个 闪电 把这个 heyhey的天空 re切了 给个开的意思 au longe ouvviesi atrovoada 远远的 听到了 雷明 这一段 我们一起来对边 era inverno a chuva caía e o vento fazia voar as folias das árvores de vez em quando um relâmpago cordava o céu escuro al longe o vi sia trovada 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 a Inez saiu de casa you liu tri sh paro seo Inez呢 就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Inez 她就跑出家 很伤心的 看着天空 china tentes saudages tus sol 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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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们就看到 因为Inez呢 她是很想念太阳 光 还有热 其实呢 我跟Inez一样 我就喜欢晴天 而不喜欢雨天 不知道同学们喜欢 sau o shuva 那这一段 很短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a Inez saiu de casa i olio tri sh paro seo tinha tantas saudades do sol da luz do calor sainz 我们接下去读 deu un pequeno paseo pelo bainho para fazer un poco de exercicio 然后在这边 我们看到 她还是说Inez 对吧 Inez呢 她要做一下 运动 所以呢 她就在 chui ni men sau we gu la 一下 olio paras casas in volta 她看到了 周围的房子 as janellas mostravon se in feiti chich natal i arz avres natalistas shayas de luzis coloridas 这边呢 咱们的 vocabulario 也看过了 那些窗户呢 都展示着 圣诞事物 还有这些 圣诞树呢 都充满的 五颜六色的光 parecia t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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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gri 一切呢 看起来 都是很快乐 很开心的 de repente 突然间 a suval mento gin teng sidang jul vintu leventutu sham mon shish folias yac roas contraines 这个整个句子呢 就是突然间 这个雨呢 就下得很大了 然后封把地上的叶子呢 都冲下了 inés呢 所以呢 这时 inés decidiu voltar para casa inés呢 她就决定 回家啦 好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 tudo 最后这一段 de repente a chuva aumentou de intensidade e o vento levantou do chão montes de folhas e atirou as contra inés decidiu voltar para casa a casa estava escura não se via luz in lado nenhum na si 这个房子 很暗 然后呢 mei i chou n do can bo da dang guan de she ho na tas voltar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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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 ino inés 도 ça t t enés n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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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s 就是小猫的意思 这时呢我们是用了 八卜的这个正在进行试 抓住了这个小猫对吧 抓住了它 很小心的抓住它 然后把它带到家里面了 这一整段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所以 Inês呢 她本来就是下了一大雨 对吧 然后她就决定回家了 那回家的时候呢 那个家里面的都是黑黑的 那哪里都看不到光 那 Inês她就听到一个小小的猫叫声 然后她又看到一个影子 对吧 所以她就弯下腰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 然后她就发现了原来是一个小猫 然后她就把她小心翼翼的把它抓住了 抓住之后呢就把它带到家里面去 我们看看 Inês是会收留这只小猫咪吗 那我们往下读 那这边呢说的就是 Inês对吧 那所以整个句子呢就是 Inês走进厨房 吃完之后呢这个猫呢就跳到了 Inês的怀里了 非常满意的 就是很满意 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猫咪肯定要跟着 Inês不肯走了 把她喂饭了 然后她就马上跑到 Inês的胸前 就是她怀里那边 非常满意的跑到她那里了 那我们现在往下读 最后一段呢就是 Inês她自己说了 Bom Gisay Inês Inês就说 Bom就说 好 Pareci que hanjou uma nova casa 好像呢你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家 I demben uma dona 也找到了一个主人 那所以这时呢 读到这里我们就看到 Inês 她已经要收留这只猫了 Acho que nos vamos dar muito bem os dois 就是我们两个会相处得很好的 I vou chamar-li Trouvon Si non te importe 然后呢我要把你叫Trouvon 就是雷 对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肯定是因为 她收留她的那天正在打雷下大雨 所以呢她就把小猫咪的名字再改成Trouvon 那我们读完这个课文之后呢 我们看到 Inês收获还是蛮大的哦 她收留了一只小猫咪 而且小猫咪也非常喜欢她 一吃饱呢就很满足的 跑到她的怀里去了 那现在呢我们读完课文之后呢 我们一起做做今天的作业吧 今天作业呢就是 Completio quadro que se segue 请完成表格内容 那我们看看这个表格到底要做什么呢 旁边呢我们有Trouvon 的一些几个词 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写着 Apresenti un sinónimo 就要写出一个sinónimo sinónimo呢就是相似词 O同一个类型的 O explique o significando da palavra o expresión 或者你要解释这个词 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 Testu A列出来几个词 我们要旁边 我们要把它解释 做一个讲解 Diga Natalicio 其实 Natalicio呢 它就是圣诞的意思对吧 那它就等于是圣诞 那我们就可以写说 Helativo ao Natal 就是类似圣诞 Diga Colorido 这Colorido简单的 就是彩色的意思对吧 那普通我们就可以说 是有很多的颜色 Con muitas cores O vuto Vuto呢是影子 那影子呢就代表一个 Sombra 那我们可以写说 Uma sombra 这个Vuto呢 除了影子之后呢 有些人比如说 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那可能是鬼呀 这个影子啊 这些东西 那他们也可以说 看到一个Vuto 所以呢 这时呢 是一个不明确的目标 那我们就可以说 Un objeto mal definido 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定义 下面 Satisfied 满足的意思 就满足的时候 就开心嘛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 直接说开心就可以了 Continche Felice 最后一个词 Darce bien Darce bien呢 就是相处的好 那普语说 有一个好的相处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好的关系 De un bon relacionamento 或者 我们可以更简单一些 就成为朋友 对吧 Ser amigo 所以今天我们的功课 还是蛮简单的啊 就解释了 Natalicio 就是等于Natal的意思 Colorido 就等于Muitas cores Ovuto 可以是一个Sombra 或者一个 Objeto mal definido 就是不明确的一个东西 Satisfeito Contente Felice Darce bien Tenunbong Relacionamento Se amigo So为朋友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完 Inista的课文 还有 做我们今天个作业了 那请同学们 留下来 做做水塘练习 Muito obrigado a todos Até a próxima aula 期待下次再会 CiaoCia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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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